由世界展望会举办的大手千小手音乐饗宴 邀请到台湾受助儿童组成的台湾儿童合唱团 三月顶将到加州演出 第一站就登陆南加州 将在28号起公演舞场 世界展望会希望透过音乐 结合更多的华人加入助养行列 给贫困的儿童一个美好的未来 现场播放着一张张的照片 记录世界展望会 十年来在台湾在世界所参与的工作 饥饿三食帮助非洲的平童 连第一夫人哭哭嫂周美清都是主要的义工 其中最让他们引以为傲的 就是帮助了无数台湾受助儿童 还组成台湾儿童合唱团 用着音乐激发潜能唱出了希望 我们帮助非常多比较弱势的原住民的小朋友 而这些原住民小朋友他们经过了 他们其实很有天分 他们特别在音乐方面 五六年前我们就成立台湾儿童合唱团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天分能够发挥出来 大手牵小手 世界展望会台湾儿童合唱团第一次来南加州演出 杜明翰表示要用歌声跟侨胞结缘 目标更要建立全球华人资源和力量 来帮助更多需要的小朋友 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分享团圆感人的故事 这趟加州行小朋友期盼已久 事前更是做足了功课 要把最好的节目献给侨胞 这些孩子为了来很兴奋跟美国的观众见面 他们也会特别准备英文的歌曲 他们现在正在很努力的这个练习当中 还会带他们原住民自己的一个表演 包括舞蹈跟歌曲的演唱 从3月28号到4月3号 他们在南北加州共有7场的演出 全部免费 欢迎来聆听 给他们鼓励和掌声 演出时间和地点等相关的资讯 欢迎上官网查询 都是新闻 吴中国张旭在洛杉矶的